麦克里于本月2日宣布 自己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将进行10天的隔离 他当时表示 自己将及时返回工作岗位 参加巴雷特的提名听证会 12日当天 麦克里如约现身听证会现场 不戴口罩进行了发言 巴雷特本人及其家人 则佩戴口罩听完了麦克里的发言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 患者在出现症状后10天内 应避免与他人接触 目前尚不清楚麦克里是否还具有传染性 但其做法引发了广泛担忧 在提名听证会举行的间隙 也发生了颇序争议的一幕 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 在接受采访时要求摘下口罩 遭到了记者的拒绝 被拒绝后 梅多斯戴上口罩转身离开了现场 并表示自己不会戴着口罩讲话 尽管接连有官员和工作人员确诊 连日来白宫继续无视科学家和疾控中心的建议 坚持举办集体活动 不遵从基本安全防范措施 不戴口罩 也不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这些做法招致多方批评